经典小土豆所需要的颜料有 五花肉 肉皮 小土豆 姜豆 长青辣椒 香菜 香葱花 大葱白 花椒 八角和姜片 它的调料是草菇酱油 胡椒粉和糖 那今天我们准备了满满两大盘的食材 东北菜有一个很大特色就是食材相当的丰富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大饱口福了 跟着楼边老师一起来学这个经典小土豆 看看它是怎样做出来的 这边我们准备了这种大大的长长大的这样五花肉 你看 感觉上很有口感 我们把它切一下 切一下 来 我们切成一片一片的 坑一些 下厨房的时候想要做到好吃的菜肴 三点一定要注意 首先就是要做很好用的厨房帮手 然后就是要选择非常新鲜的食蔬 第三点就是要认真的用心去做美食 帮你的爱心融入到菜肴里面去 这样的话我们吃下也是相当有味道 那我说话这一会儿 柳边老师已经把这个五花肉给处理好了 是吗 那我们这些肉切好之后 我马上要把锅子给它热一下 来 来到这边 很多朋友都说嘛 说这家里面做这种健康菜 怎么能老是怪怪的呀 不好吃呀 那告诉你一定要它受热均匀 要多放嘛 然后受热均匀 不要这样炒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气炒来炒去的 所以你就像刘工一样 这是一个小技巧 所以皮给锅面够大够宽 我们把火打开 这我们经常用的方法 用个小火 然后把锅子给先热一下 加油进来 加油进来 加多少还是一样的老方法 我们讲究节约能源 同时讲究健康 平时用油的三分之一 那温度到了的时候怎么样 它会浮出好多好多的油 在我的锅面上 这样呢 它自动加热了 当然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地楼边看着它 我们再回头 去看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今天呢 我们这个青椒 我要跟朋友交代的就是这个青椒 这个青椒啊 你一定要把里面的准儿 还有它这个青椒地 给它切掉 这样的成一个筒筒的这种状态的青椒 那你做出来吃起来 哎 口感很棒很棒的 好 朋友们 你看我这些吧 这些的肉都切好了 那锅子已经热了 咱们一起过来看一下 我们关注一下啊 这个平平的这个锅底 你看它的浮层 有好多的油出来了 证明它的温度已经热了 它是不吸油的 这个时候进行爆香 一定要留着 留着眼神啊 注入我的锅子 怎么爆香呢 才能爆出那种纯正的味道 来 我们统统的给它丢下来 把切好的五花肉 还有肉皮 所有爆香 同工入锅吗 对 没错 这我们传统方式不大一样 对啊 我要让它入味 我要比花肉和热皮之中呢 有乳酱酸酸药的味道 最后就是它的独特的地方 同工地进行爆香 给它摆平 又是一个小技巧了 好 我们要记下来 所以你看这个大大面紙的锅子里边 它放进了这么多爆香的东西 你也不要怕它怎么样 一定要把这锅盖给它盖起来 好 这样盖子锅在我们爆香之后呢 一定要用小火 然后这五花肉里的肉汁啊 会融出来 那五花肉吃起来还是一样的嫩 只需要什么呢 如果偏冒热气了 你就可以回来了 很快的 好 那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让这个五花肉和肉皮充分的吸收 爆香了香味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 好 很快很快的朋友们 那我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那屋子香味 这个时候我要打开锅盖 看一下我这五花肉什么样了 有没有白 这肉皮有没有卷起来 不要着急 怎么样 锅盖呢 要对着你的油烟机 所以打开家里的吸油烟机哦 来 一二三 给它往下卷起来 看到了 五花肉颜色已经变白色了 一片五花肉的状态 来看一下 看到了 你看 它就是不会粘锅的 一点都不会粘的